上面有一些说明 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输入好了 就是输入55 它能够显示说 你把你输入这个值先放在前面 55 4 is multiple of 5 就是5的倍数的意思 要输出 OK 如果你输入36 它要显示36是3的倍数 5或3 如果是92的话 它都不是 所以is not 所以会有第一种可能是5的 第二种可能第三种是都不是的 第四种是都是的 15是3跟5的倍数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逻辑判断会有四种 它给我们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你要先input input的话它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input 也许input到一个a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if 如果什么 能不能被整除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我们用那个person 就百分比符号 然后如果那个a能够被三整除 能够被五整除 能够被三或五整除 那最后的话也许就是都不行 都不行的话 那你就是都不是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程式并不复杂 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直接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程式已经写好了 OK 那尽量你可以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写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输入了 输入55看看 55 enter 它是 这个第一个都OK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36 36是三个 你不能多一个出来 然后再来就92 所以未来你们在考试 等下参加考试的话 你就针对它给你的去做测试 如果每一个测试都OK 理论上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15 4 3和5的倍数 那程式的写法我大概说一下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可以理解 1 先让它input 用e-value转换到a 第二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分别什么 分别把我们的逻辑分别罗列 那我这个罗列的顺序 基本上第一个 我先把什么 可以被3整出 而且 可以被5整出 先把它先抓出来 所以第一个 15 他就先跳这里 print 他这个a的词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不是用串接 我是加一个逗点 那逗点 跟串接最大的不一样 是逗点 将来输出的话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空白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串接的话 加号 那你变成你要自己再多打一个 这个空白 不然的话你输出结果会是错误的 不然你就直接跟用逗点 那第二个说 如果你用逗点的话 你这个a前面不用转型 如果你串接的话 你要先把它转成string 对不对 所以前面如果说 你不是用逗点 你是用加号的话 那你变成什么 你要把这个string 把这个a转成字串再串接 而且还要多一个空白 不然输出结果会是不对的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能够被3整出的话 就alif这个前面讲过了 就直接快速带一下 al加一个al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什么 复制过来 其实我记得好像我那时候还蛮顺的 我是想先打第一个嘛 然后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前面先加一个al 然后前面先加一个al 复制的话 我先打一个enter 然后再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少打很多 不过复制 比较容易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很容易 就是你复制忘了改 OK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is multiple of of 5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5 然后 再来最后的话 在这页 e l 补一下 那最后的话就是enter一下 这个else就没办法 就要自己打 所以这个地方 e l 这个有 这边也有 然后冒号一下 enter 然后就print 所以把这个print过来 我记得好像这边就 is not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 控一个not multiple 你就再比对一下 因为这个麻烦 差一个字错也不行 所以其实就复制复制复制 所以很多地方就复制复制 贴贴贴 你不用重打 不要傻傻的从头打到尾 而且像我有些时候写程式 真的复制复制 有些这个技巧还蛮蛮好的 很快就甚至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第一个202题 就是有关倍数的判断 待会的话 也许再来看一个算数运算 意思就是如果输入加减乘除 除除还有这个person 它可以有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先输入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是备乘数 第二个是乘数 第三个再加一个乘 它乘完之后最后把结果输出 也就是说这个乘这一个 如果是除的话 它显示出来就用除 OK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喊点各位 202先做 做完的话可以再看一下204